再來這個留經佛像 有 信佛 那就該買啦 對... 也是在拍賣網站上嗎 這個在澳大利亞 在澳洲 澳洲 是... 還是在那個... 網上 OK...然後買了這一個 回家供奉嗎 還是... 其實就是好看 收起來 多少錢 入手價 應該差不多三萬 三四萬馬幣 三四萬馬幣是不是 大概... 那這樣子算 二十三萬台幣 二十三萬台幣 牛肩佛像 來 我們也來看看 你自己在拍的時候 知道它是什麼 地下有沒有 那時候有講是十八世紀 十八世紀的 十八世紀 是不是 OK 清代 好 我們也來評估看看 今天就最後一個物件 請見價 請見價 六萬元 六萬元 好 貴了買貴了 來 我們怎麼買 這件呢 我們看起來 每個人看起來 當然這個佛像看起來 都很漂亮了 是 但是你去拿它的重量感 很輕 不是很重 對 所以因為我看過一些 顛過一些 我上手過一些這個劉堅佛 基本上老的東西 它都有一個沉的感覺 因為它用的料很實在 同時他們那時候的技術 各方面 它做出來的這個厚度 會比較厚的 所以它是比較沉的 比較沉的 你看你現在這個 封底的這個 封脹的這個 你看這個 非常薄對不對 這個也是出了問題 因為以前的做這個東西 都很講究的 它的料用得非常厚實 尤其做宗教的東西 那更是要虔誠 它做得很厚實的 然後我們看這個 我們叫金水 就是你上面 流進的這個金水的部分 它看起來就沒有老化的現象 不夠 另外我們看整個照相 整個造型 你看這個腳的造型 腳的造型 跟它這些 上面這些罐的造型 種種造型 加上這個身上的陰絡 這是陰絡的東西 你看起來它不是很突出 就是說它在做這個功的時候 它不是非常細膩 而且非常扎實地去做它 所以看起來還是功不夠細 一般來講 我們看到這種東西 尤其是老的功 它是很細的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好 來看照片 來比照一下 到底怎麼看呢 你看這個戰功 我們已經講了戰功 你看這個戰功裡面 這個戰功裡面 它沒有什麼老化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也是我放大給你看的 它一顆一顆的這個陰絡 有沒有 它身上帶來這個珠寶 這些陰絡 你看這陰絡的裡面 還有這些 這些戰刀的這個痕跡 看起來都很新的 很新的 不是好 不是很老的東西 更多況我們現在整個顛起來 它的重量感是不夠的 這整個流金的精髓也不夠 因為你看這個精髓 我們看下一張這些精髓上面 如果是十八世紀的 這個精很多是剝落 因為精是用低溫烘烤上去的 它是很容易剝落的 除非後代在家 那一樣會剝落 所以你現在看到它是非常完整的 非常完整的那種精髓有沒有 它幾乎沒有什麼剝落 那你就要打一個 問號 接下來這個高足飛 也是拍賣 對 對不對 也在台灣 對 是在台灣 大明萬利年製 但是好像你自己覺得它不到 不到大明 收藏久了 它會有一個感覺 對 慢慢它會有一個感覺 可是喜歡就想賣 對 對不對 你是因為氣型嗎 還是你喜歡收 那時候氣型看得也不錯 那時候我就是有收很多 好幾件 淡色藥 是 藍色的有 藍藥 對 紅藥 黃藥 青藥這個 都有 就是有 對 所以就想這個也收下來了 我知道它不是大明的對不對 可是喜歡 但是我一個 好像乾隆的 差不多有一個煤瓶 也是差不多這樣的 那個有給老師鑑定過 是 我是覺得差不多一樣 但是我還是有 當然有疑問了就再來 我們幫你解答 這個當初買多少 那時候買 差不多馬幣 四萬塊 四萬 四萬元左右 對 四七二十八 我差不多三十萬 要三十萬 三十萬台幣的一個高足 對不對 自己會不會有點 這個你自己也會不會有點緊張 會不會覺得可能 會不會跟前面一樣是買貴 也不知道 我們來鑑定 再來上課好不好 來 請鑑定 來 八萬元 落差越來越大了 這個很緊張 心裡有數 因為你知道不到帶 這件我們仔細看 這件明帶的東西 但是你拿起來看 你拿起來 它很輕 所以它這個整個重量感 跟明帶的重量感比起來 會有一點差異 就是說它的器物 跟它的重量不太符合 另外我們看 就是說你懷疑的這個氣型 就是上面這個被斬的氣型 跟明帶不太一樣 你也知道 元帶 它事實上來這個氣型 上面這個是不太對勁的 但是我們看下面這個 大明萬年年字 這幾個字跟下面這個胎圖 對 這是老的 這是舊的 所以這是產生很大好玩的地方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 你買的時候 它估的價錢也不會很便宜 因為這些東西不是現代的 這個是老的 對 但是上面這個杯盞的部分 看起來很奇怪 是吧 那我不曉得 我帶來一個 下面是真的 上面是新的 接的嗎 接的嗎 老底是吧 這樣看起來是好像有點色情 這個是明帶的 就是嘉靖跟萬里時期的 你看它一樣不一樣 藍又一樣嗎 就偏灰吧 對 悶對不對 對 不太一樣 悶的話老早這個要敲掉了 在明關堯的品管裡面 它要敲掉 但是我們不管那麼多 你現在看到我拿這件事 從景德鎮窯場裡面 挖出來的 這件是個樣本 你可以看到 比一下顏色 顏色是不是一樣 顏色一樣嗎 不一樣 不一樣 你看這件雖然是個碎片 但是多漂亮 像寶石一樣 是 是不是 像寶石一樣的那種藍又 對 這個很悶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 我們剛剛一碰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第一個覺得氣形不對 第二個就是右色悶 悶 這是不太對勁的地方 因為關堯它不會給你這個感覺 是 第三個是什麼呢 你注意看 這下面這一節 跟上面這一節的右色 是不太一樣的 下面比較淺一點 是喔 有沒有看到 上面再深一點 有沒有看到 那剛剛我們說 下面這一段是老的 上面這一段不太對勁 對 那你可想兒子 中間這一段不是有個分野嗎 有一個接點 這個顏色跟這個顏色 是不一致的 對 有一個接點 這個可能是組裝的 可能是一個組裝東西 所以它是老跟跟... 可能是老跟老跟組裝都可能 但是它是一個組裝貨 組裝品 當然這個東西只有是X光去測才知道 好 但是我們從外表看 它讓我們懷疑 因為中國很多古文物裡面 很多是組裝的 你也知道那個... 知道... 中國大陸有一些修復文物的 它可以互相搭配去組裝 一件新的東西出來 是的 這件可能就是那種東西 好 廖老師 剛剛那個曾教授有講說 那個下舊 喪心 對 這個過去曾經有一段時間 大概景德鎮這邊 主要是那個當初出窯的時候 不好的不對的 它就直接摔到旁邊就摔破了 但是那個底足有的都會保留 因為底足那個圈足那個地方 是比較厚的 所以那個地方不會壞 是 很多人去收購這個東西回來做 對 尤其 我之前不是有講過一個 播過一個影片 就是韓國的電視台 去... 去錄影 偷錄製的 就當作它是買家 然後錄製人家說 我這邊有在做這個房品 那你要不要... 你要的話 比如說這個高竹杯 高竹碗 這個拍賣市場裡面是兩百萬 那沒關係 我二十萬幫你做 二十萬幫你做 它底足是一樣的 但它去做上面那個 做到跟原來的一模一樣 可以接這樣子 這個是有影片的 國際上接支 所以你只要看到一個 比如說像這種高竹杯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 瓶子的物件 是 它可能有接縫 然後顏色有點不一樣 是 你燒製的 我們都是同一個釉藥 這個釉淋上去的時候 怎麼會有兩個顏色呢 這個要好好判斷 是 所以下次眼睛要更利了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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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